张老师怎么看 刚才讲这个中国对外洗钱 跟一带一路的关系 其实中国对外援助 当然是他大外宣 跟政治上的重要的这个手法 但是呢 这中间的腐败也是非常惊人 譬如说最近 辛巴威政府宣布 得到了中国 360万美元的援助 可是呢 中国方面发布 给辛巴威的援助 是1.36亿美元 哦 妙的 这个中间就一定有一方 中间过水费好贵哦 是有问题的 但是呢 很明显的辛巴威政府说 他只拿到360万美元 显然的他拿出来的建设 跟各方面的计划 就不会比这个数字还要多了 那中国方面说1.6亿 1.3几亿呢 那到底那些钱到哪里去了 所以呢 其中消失的一亿多 可能就在香港澳门 塞班岛 对 所以中国洗钱 其实不只一带一路 不只香港澳门 将来辛巴威等新兴国家 可能都是了 回到这个刚才香港问题 我简单跟大家报告 就是说 中国现在在香港 面对一个两难 就是说呢 他如果不跟美国达成 这个贸易协议 那关税大概就会来 那如果有关税的话呢 那香港的地位就更重要了 因为香港是一个 跟中国内地不同的关税区 但是呢 你中国如果香港要维持 这样独特的地位的话呢 他就一定要落实美国的要求 就是让香港的这些民主 人权的方法要改善 但是香港民主方法的 这个方式改善的话呢 又跟现在特区政府的概念 又不合 因为为什么呢 因为美国在越战之中 对付北越跟越共 采取一个政策 叫做搜索与歼灭 也就是说呢 北越来多少人 我就消灭多少人 用伤亡呢 逼使北越要退出 这个对南越的侵略 现在特区政府 对这个香港示威者 有一点这个味道 譬如说过去五个多月来 从六月到现在十一月 先前他公布的数字是 这个拘捕了四千多人 当然不是全部都完全关押 有些是交保后传 但是呢 最近呢 在这个港大 港理工大 一天的时间呢 他就拘捕起诉了 拘捕还没有起诉 拘捕了接近一千人 也就是说 这两天的成绩啊 就超过了他过去好几个月 平均每天的总和了 所以这样子的心态 我们要如何相信说 特区政府跟后面的中共 会想办法要改善 香港现在的状况 所以这个不改善香港状况 那人权法案落实 那这个中国跟美国的冲突 恐怕是难以消除的